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焦太郎 卡明拉拉布拉克 南包第二集開始 上集跟大家介紹了南光太郎和三神官 這些角色,但這套作品為什麼會有這麼少的角色 將會有慢慢的角色出場 這集就認識一下這個老人的角色 他拿著一支追擊槍 好像追擊某位博士手上的東西 光太郎來到後 在很遠地看一看他 就一直追著他來查 到底他是不是戈爾哥姆的新成員 當大家同時追逐後 新的老人角色龍戒 他終於用真面目來見光太郎 之後就走了 這次你也沒有看錯 他分別是超人迪加48詐騙 和超人迪拿48詐騙的疾風隊長 回到戈爾哥姆 這隻就是沉水魔人剪刀蟲王 三神官這次準備了一個顛覆人類科學的行動 他利用魔人的破壞光線能源 再配合科研布的裝置 就可以令到東京沉沒了 但突然之間失敗了 因為如果要徹底用這個方法毀滅東京 就需要用到一種超級元素的材料 而超級元素 其實就是剛剛那個路人龍戒一直追著的東西 好像說得很複雜 簡單來說 今集路人龍戒和哥爾哥姆 大家都是相同一樣東西 當路人一直追著博士要求他交出超級元素的時候 光太王就誤會了他是哥爾哥姆的成員 但路人龍戒 他又誤會了光太王是邪惡分子的成員 在兩個上映了一場非常激烈 好像隊長和寒冬的比目途中 沉水魔人剪刀蟲王英港道 追殺地博士 當光太王想阻止魔人的時候 路人就出手幫手 一招青龍刨敲射球 終於趕走沉水魔人 這招射球好像令光太王會似曾相識 大家終於搞清楚大家不是敵人 以前高中在足球部的生涯 信然都是用這招青龍刨敲射球 原來大家都是高中的師兄弟 這個路人龍戒 他就是國際刑警 他這次來到就是想追查超級元素的下落 可惜遲了一步 博士始終是被沉水魔人剪刀蟲王抓住了 逼他交出超級元素 實行光線的邪惡計劃 東京開始逐漸沉沒了 但是原來這個超級元素是假的 因為路人龍戒有職業等官隊的技術 他偽裝成博士 光太王也都現出自己的力量 就跟沉水魔人剪刀蟲王最後的決戰 戰鬥飛鷹來吧 但是依附沉水魔人剪刀蟲王 他的光線攻擊非常之阻礙 於是路人龍戒再次用青龍刨射球 在兩個合作之下 終於殺死了沉水魔人剪刀蟲王 就是這樣多謝路人龍戒你客串的這一集 大家應該沒有忘記到信言 當日三神官說他要進行最後一步改造的時候 因為他爸爸秋月總一郎的打斷造成意外 所以引致到信言他現在的生命能源嚴重損失 三神官知道可以和哈拉對抗的只有影韻 而要幫信言注入相同的生命能源 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他會不會秋月杏子 為了引出秋月杏子 海神官就派出沉水魔人食夢王 就是這樣很想遇上哥哥的杏子 就出發去以為會找到哥哥的地方 終於就上了哥爾哥姆的代理 食夢王他還用杏子的靈魂離開肉體 帶領他的靈魂去到三神功的領域 也終於見到信言哥哥了 杏子覺得哥哥很辛苦 所以就受到三神功的騙局疏擺 令到他願意獻出生命救回信言哥哥 光太郎他一直在找 他終於找到食夢王在哪裡 但就算拉達吉他也傷不到 至於杏子的情況即是開始了 再感到他的話 杏子會死的 這個時候 光太郎他的戰鬥力急速上升 最後還用Lighter Punch和Lighter Kick 終於殺死了沉睡魔王食夢王 由於他死了 杏子的靈魂也順利回到肉身 當杏子醒了之後 就已經忘了發生什麼事了 他只知道信言哥哥的目次 才會很痛苦地生存 由於三神功長期損耗大量的沉睡魔王 還是捉不到黑日 創世王終於發怒了 就算三神功不停的解釋也無補於是 所以創世王這一刻就作出了一個決定 就是命令他們解開一個強大力量的封印 三神功去到一個黑暗的起色 讓他們非常強大空間 終於為了這個力量解封 三萬年前的日蝕之治 劍聖比魯基里亞 也是中期的主要敵人 曾經他都是世紀王的人選 只是可惜三萬年前他太自大 所以就被創世王封印了 今天開始就由他對付黑日 比魯基里亞為了令光太郎獻身 所以就在美術館裡面放出自己的專用武器 就劍和魔盾被人參觀 既然是這樣 光太郎為了查探事實 所以就急腳來到現場 來到之後出現了沉睡魔王黑馬王 光太郎立刻變身 短短的一瞬間 沉睡魔王黑馬王就被背後的烈火劍氣殺死了 而且光太郎也中招 這股劍氣衍生之後 就是劍聖比魯基 光太郎和黑馬王的戰鬥動作已經被劍聖看穿了 劍聖右手的就劍不停斬去 最後還有魔童來攻擊 最後的絕招 黑暗暴風 光太郎就輸了 他立刻召喚戰鬥王神首先 伸手重傷的光太郎 第一次面對這麼強大的對手 劍聖一直都看不起三神官 他裹著自己的命令比黑日和影域更加厲害 為何成為不到創世王的人選 海神官就很激動 向他發射衝擊波 這些攻擊完全被魔痛反彈 之後劍聖繼續在城市逼光太郎現身 所以光太郎和他決戰開始 行 算 大家都看中機會攻擊 劍聖再用一次黑暗暴風 當光太郎避開了之後 原來劍聖做更加不同的機率 首先就是分身數 然後再困著光太郎在一個暗黑的空間裡 這個時候光太郎發動帝王世界的力量 終於解困了 光太郎就用Nidakiku為一場戰鬥 暫時打平 這個時候 暫時他一直忍著不哭 幫光太郎療傷 我想他應該知道 至於三神官 因為剛剛受到這麼大的侮辱 所以就打算殺死這個做不到事 負責研製魔人的黑蟲 虧粉 但是 比魯基亞居然救回黑蟲 謝謝你 劍聖太陽 猜不到劍聖的目的其實就是這樣 他超能力令自己變成黑蟲 就是因為這樣真的黑蟲就死了 今天劍聖就準備了 一個Carmelinaida最後之日的計劃 偽裝成為黑蟲的劍聖 為了駁出光太郎的信任 他就說會講一講信言的消息給他們 當劍聖就扮成身受重傷 趁光太郎沒什麼戒心的時候 就放出毒氣 準備送光太郎上路 但是就被護士阻止了 既然是這樣 下一步計劃就是扮成醫生 準備殺多一次光太郎 同樣都是失敗了 劍聖準備帶光太郎 去黑蟲的家庭的臂下通道 交換信言的情報來哄光太郎 終於來了一個無人的地方 劍聖演出他的真身 帶出了沉睡魔龍黑蟲王 他就想再一次收集光太郎的戰鬥數據 光太郎在變身 在反應搏鬥之後 Lider Punch 再Lider Kick 黑蟲王終於消滅了 劍聖也出手了 真的擁有很強的力量 光太郎他完全沒力還手 當光太郎用騎士覆眼都找不到他的弱點 所以就召喚戰鬥王蟲幫忙 劍聖的斬擊之下 光太郎唯有靠戰鬥王蟲來分散劍聖的力量 一架不夠就多一架了 戰鬥飛鷹 兩架電單車的力量 光太郎你竟然用了這麼無賴的手段 所以就走了 另外黑蟲王真正死了 因為戰鬥機車真是光太郎有一個很強大的幫助力 所以三神官為了對付黑日 決定同樣製造一架屬於他戰鬥機車的反擊 距離透過戰鬥飛鷹的發明者 戴雲博士留下的資料 他來自己製作一部出來 當製作完之後 就測試一下成果 但就收回了 劍聖就趁這個機會不停少三神官 由於他也不是研製戰鬥機車的高手 劍聖終於找到 大龍博士的另一位徒弟 光上 準備迫他為自己研製出最強的專用機車 他先派出沉水魔人陀螺王來恐嚇他一家 當光太郎趕到之後 就和劍聖中人對決 劍聖這次又有新絕招了 他把光太郎完全鎖住 幸好再叫戰鬥飛鷹幫手 劍聖和沉水魔人就暫時先走了 而光太郎也已經察覺 劍聖這次的目標 一定是對付戰鬥飛鷹 可惜光上也是走不掉 他老婆和女兒 自己也被劍聖要脅 光上唯有幫劍聖 利用自己師傅的研究數據 製造一輛全新的機車給劍聖 終於完成了 劍聖去測試一下自己的專用車 果然性能完全和戰鬥飛鷹一樣 而且還有導彈和雷射炮 當光上一家三口中被他殺的時候 光太郎終於來到 他立刻和沉水魔人陀螺王開戰 可惜今次主角不是他 所以光太郎一招拉打結局殺了他 兩架機車的決鬥終於展開了 劍聖不停放雷射炮和導彈 光太郎離開之後 劍聖追著他不斷撞 不斷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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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精彩的機車對決 光太郎想到 既然兩架機車的電路系統都一樣 所以就破壞了這部黑暗機車的操作系統 最後拉打結局踢爆機車 劍聖這次真的輸了給光太郎 所以由現在開始 劍聖暫時不會親身落場 他就會和三神官龍流派出尋碎魔人上場 首先 沉睡魔人太陽花王 他就捉走了一個小妹妹要脅光太郎 而且還困住了戰鬥王蟲 只可惜在電光火石之間 他自己解封了戰鬥王蟲 還輸給光太郎 沉睡魔人大眼王蟲王 大量的炸蟻 控制著戰鬥王蟲 而且還和光太郎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鬥 當光太郎贏了之後 他就靠戰鬥飛鷹力量全力衝刺 利用兩架車雙撞的力量 終於救回戰鬥王蟲 沉睡魔人獨風針王 哥爾哥沒有偷過博士的發明作品 打算用太陽能光線毀滅城市 當光太郎想阻止的時候 他還被光線炮一隻攻擊 另外還有沉睡魔人獨風龍的出現 幸好光太郎靠著靈敏的聽覺終於打贏了 而且還坐戰鬥飛鷹破壞太陽能裝置 沉睡魔人雙路馬爾摩 報名思義可以轉換兩組不同力量的頭部 進行戰鬥 首先就是擁有超能力力量的頭 可以不停用念力來移動物件 當光太郎打掉他的頭之後 雙路馬爾摩龍就轉用力量型戰力極高的頭 結果也輸了給光太郎 超能力型和力量型 你這麼像超能力量的 沉睡魔人電擊魚王 哥爾哥姆今次成立了一隊女子部隊 想增強他的戰鬥勢力 所以就安排沉睡魔人電擊魚王 捉了一群女大學生 而且黑味也是其中的一位 當光太郎救回來之後 就和沉睡魔人電擊魚王大戰 雖然電擊魚王可以化身成為一個電擊球來攻擊 但還是輸了給光太郎 沉睡魔人水牛王 因為哥爾哥姆 想被劍聖更快打贏黑日 所以就安排沉睡魔人水牛王 上了一個小女的身體 到處破壞 由於光太郎 他不想傷害這個女生肉身 所以就一直捱打 最後這個女生犧牲了自己 終於逼迫沉睡魔人水牛王 在光太郎的拳腳年紀之下 終於被消滅了 當光太郎救回那個女生的時候 很幸運 他依然是生存 沉睡魔人刺慧王 他可以吸收所有城市的電力 但利用電力在城市到處爆炸 結果也被光太郎破壞了這次計劃 沉睡魔人金粉蟲王 他的拿手絕技就是向光太郎發出金閃閃的毒粉 令光太郎的全身機能下降 最後靠他的好拍檔 戰鬥飛鷹的幫助之下 還要用奶打Punch打贏他 沉睡魔人靈魂轉移王 過耳各無去今次想進攻太空 破壞LARZA 所以就派了沉睡魔人靈魂轉悟王 透就了四個太空人的樣子 和記憶轉移到人造木偶身上 當光太郎想破壞這個計劃的時候 就被這些木偶集體欺凌 幸運 最後最後尋找到沉睡魔人靈魂轉悟王 打贏他之後化解今次危機 今次國際營警龍界就回來客喘一下 三神官捉了一個夏威夷少女 控制他殺死光太郎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沉睡魔人烏冊和 當三神官親自出場之後 全靠光太郎和龍界兩個合作 終於打贏這次眼將 沉睡魔人戰豬 哥爾哥武想組織一對兒童兵 所以就抓了兩個小朋友 進入電子遊戲世界 進行激光劍的訓練 全靠光太郎和一班少年拯救隊 一起進入這個電子遊戲世界 打贏了沉睡魔人戰豬 最後靠戰鬥王蟲蛛救回所有小朋友 沉睡魔人蘑菇王 哥爾哥武依然沒有放棄小朋友這個念頭 而且他們的目標更年輕化 當沉睡魔人蘑菇王帶光太郎去一個全蘑菇的世界 之後 天神官還想偷襲光太郎 結果傷了沉睡魔人蘑菇王 之後光太郎終於救回小蘿莉 沉睡魔人沙魚王 沒有了蘿莉 所以矛頭轉向小政泰 當沉睡魔人沙魚王捉了這個小朋友之後 三神官就依血光太郎交出帝王石 一瞬間戰鬥飛鷹又來救回政泰 但是沉睡魔人蘑菇王的黏翼封鎖著光太郎 這個時候帝王石閃光 光太郎終於全山復活 打贏了沉睡魔人蘑菇王 今集說到這裡 走了